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哼 你投了一份啦 我跟他脫掉我身體 他先去試試 好啦 好啦 有錢的孝敗喔 今天早上去有問 孝敗沒落屁股啦 阿貴啦 別慘了啦 像這種當生的人 招問補他們 這天夜裡住在附近 公寮裡的工人又聽到 春菊的哭喊聲 你再想去找回家 我跟他脫掉 我拜託你我用卡 別打 你說 別打 你看 我們老闆差不多像打精神 這樣一段時間 公寮是人知道 睡了睡了 明天還要做事 我拜託你我用卡 別打 你說 別打 你不�나 你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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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這麼久 你這麼久 人家 怎麼會 你怎麼會 這麼久 是嗎?沒有你貴氣賣賞 七五人真好事 還是金寶貴 是啦...是啦... 他啊...我會比較緊張 我如果敢不敢敢... 手手就變白了 你就要我唱歌是嗎? 才是這樣看 你唱我沒有在做嗎? 沒有... 我又撞到了 好啊...你...你... 你都看誰? 不要看嗎? 阿貴這個突如其來的善意舉動 深深溫暖了春菊的心防 從小他就是被養父打罵長大的 而被賣給金旺以後 又遭受虐待著過著痛苦不堪的生活 別人雖然相當可憐同情他 但卻礙於金旺的淫威 從來都沒有人敢向春菊加以援手 只有阿貴是第一個對春菊伸出友誼之手 這讓春菊已經冰冷枯萎的心防 又再度活了起來 自從送藥酒事件以後 春菊與阿貴的距離便拉近了許多 春菊知道金旺刻薄成性 給工人的薪水本來就不多 加上故意挑剔 東扣西剪下來根本所剩無幾 阿貴每天三餐幾乎都是白飯配豆腐乳 看著阿貴吃不飽又要負擔那麼重的工作量 春菊為了很想報答阿貴對他的關心 所以決定即使金旺查得再緊 他也要想辦法從菜前裡面節省一點下來 買個幾顆蛋或是幾兩肉偷偷地給阿貴加菜 豬佛阿貴放回來 喔啊 那就是誰唯 所以說這些 seven people 就是說澆一派 撲一派就會聽完了 好啦 趕快esten 謝謝小군 九嶺kam 好,我去看看 這條鞋子 嚇死了喔? 這樣,不好意思啦 沒關係啦,你已經收起來了 不要叫我老闆看著 謝謝你 我不要走 對啦 你一定會上我,有小的喔? 很有效耶,你看 我的生活就好啊 嚇死了喔? 我連天都給你幾罐給你啦 好啊 老闆,我會給你幾罐給你吃 變啦,不要勉強 如果是有老闆看著 你說,結果還會壞的啦 你放心啦 我會很小的,不會給老闆看 我要趕快回來 從此,春菊三天兩頭 就會偷偷煮一些好料地給阿貴進步 而每次看著傷痕累累的春菊 阿貴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心疼的眼神 兩人的感情 就在這種同病相連的情況下 日積越累,越來越深厚 然而這天,春菊偷偷關愛阿貴的事情 終於被驚妄發現了 阿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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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ばbra 阿貴 阿貴 你 estava批評 老闆,不要ひounce 徒änn 咁到克 終於驚望打到手軟了 他自顧自地走回房裡休息 全然不管躲在角落顫抖的 春菊的死活 滿身傷痕的春菊 強撐起身體 絕望地往外走了出去 不能ян啊 春菊,你是怎樣 你不用怕了 我好貴啊 好貴 好啦好啦春菊 你不要打扭啦 你是不是老闆骨子害怕啊 妳說我老天爺爺爺 還會把我抱歉 都怪我不好 是不是都是我害妳的 阿貴啊 妳不要這樣說 這天我都沒關係 這天我不知道要怎麼樣 剩...剩下 看著春菊楚楚可憐的模樣 阿貴忍不住 將春菊緊緊地搂在懷裡 因為打從見到年輕貌美的春菊 嫁給金旺時 阿貴就忍不住喜歡上春菊了 她常常偷跑到金旺家去偷看春菊 所以她看過金旺 不斷淋虐春菊的樣子 也看過春菊受傷後沐浴的畫面 這些都引起阿貴的無限聯繫 也再再挑起了她男人的欲望 只是她都拼命忍住 一直到和春菊成了好朋友 阿貴就將那些欲望化為滿腔的愛意 只是如今春菊在懷 柔軟的身軀傳來淡淡的體香 不僅使年輕氣盛的阿貴 再也忍受不住了 緩緩地阿貴終於低下頭 要去親吻春菊 春菊 阿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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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兩人對彼此的好感在瞬間引燃了 而且也如乾柴烈火一般一發可可收拾 往後的日子 多疑的驚望似乎在春菊 失而失神的神情裡 察覺出春菊的改變 她開始嚴密掌控春菊的行蹤 甚至不時地提醒威脅春菊不能有愉悅 對不起她的行為 因為驚望的阻撓 春菊跟阿貴的短暫地呵護跟關懷 也就顯得彌族珍貴 這天夜裡熟睡的驚望從睡夢中醒來 卻發現原本早該入睡的春菊竟然不見蹤影 錯愕之餘她想起了這些天 春菊失常的表現 她的心中不禁生起了一股怒意 這個被電影找到 三天八天不睡 還是燒燈 一定是有問題 你不夠好 驚望氣憤地四處找人 但裡裡外外怎麼找都找不到 最後她不死心地走向了後山 果真讓她撞見正在優惠的春菊和阿貴 驚望怒不可惡地想衝上前去 但一想到阿貴年輕力壯 如今創破他們的堅情 如果阿貴惱惱成怒 自己必定不是她的對手 既然打不過 這口渦囊氣又咽不下 正在不知該如何是好事 突然間一個念頭鑽進了她的腦海 阿貴 嗯 我已經出來了很久了 我已經回去了 我已經回去了 那不然 既然人家知道 我們就清楚了 現在這麼快樂的時間 都還要這麼快 我很習慣 希望我不要聽說 不可以啦 我一定要回去了 明天晚上會再出來了 要 certo 運氣 等一下 啊 老大 你,你,你 你怎麼? 讓你們別抓到了 我就知道你們兩個人有曖昧 你這麼好怎麼辦? 跟我這麼黑鬼 讓你們別再讓你死了 臭小子,別跑,臭小子,別跑 怎麼這樣? 見到阿貴墜落山岩 驚望嚇傻了 他只是一時氣憤 想狠狠地痛打阿貴出氣 但怎麼也沒想到 會出現這樣的結局 驚望驚恐地趕緊跑到山下 查探阿貴的狀況 卻發現阿貴已經斷氣身亡 你怎麼? 你怎麼? 阿貴死了 我沒殺你了 阿貴死了 我沒殺死了 我沒殺死了 而這時回到家的春菊也發現 驚望竟然不在床上 他正害怕地揣測著驚望的去向時 驚望卻突然間回來了 春菊連忙上床假裝入睡 擔心著驚望是否已經發現 他跟阿貴的事 但是回來就寢的驚望 卻反常地倒頭就睡 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般 隔天一早 工人傳來阿貴被人發現 墜落山崖的消息 做得這麼便宜 想走 快到處 改進去 為何還是人家 老闆 是按告別阿賺 她每天都出我你 這麼會被殺人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你要別人知道 他不就你 hurry 小心 你不要再走 你又再走 是你又再走 你胡說什麼 無情無故你胡說 一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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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要跟你說 你無情無故你胡說胡說 我放你手 瘋子 幹 由於阿貴是墜嚴 身上難免碰撞 所以沒有人聯想到阿貴的死亡 其實有他殺的嫌疑 這時驚望不禁大大的鬆了口氣 只是當他一想起春菊背叛他的行為 他就無法再忍耐下去 他找來更多的工作壓榨春菊 而且動不動就對春菊拳打腳踢 雖然春菊猜測阿貴一定是死在金旺手裡 但也無法可想 懦弱的他對金旺過分的責打 並未多加抵抗 只是默默地承受下來